加州49选区众议员选举结果于11月7日上午5点43分揭晓 桌本利益48,842票57%的支持率 击败对手林元清37,504票43%的支持率获胜 从事教育多年的蒙蒂贝楼学区教委周本利表示 当选后第一件事就是挽救教育 并希望要从立法上保障加州的教育经费不再被削减 为中小企业提供商机和政府资源 为49选区的水资源排除污染、净化空气 以及为失业人口创造就业机会 都将是他当选后的首要工作 林元清表示他参加竞选并不是主要目的 而是如何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更好的服务社区 虽然这次败选 但是他还是会坚持不懈地为大家服务 我希望大家一起来继续为我们的学区服务 不停地跟教育来争取更多的教育 那个经费啊或者是福利